高雄的大圆百百貨是在地的老四號百貨 2001年第一期開幕 原本計劃會有第二期 要興建103層大樓 但過了20年後不了了之 原本計劃第二期的地點 現在作為停車場使用 假設二期如果真的如期動工的話 它確實會帶來區域方式更加繁榮 因為大型的商場在南高雄目前來說是比較少的 如果它真的有 如它之前的建造 大概103層 那裡面有大型的商場 包含百貨 還有商店等大型品牌進駐 確實會為區域帶來更加繁榮 因為這個地區算 就房子比較多 那目前新的建案 它成交價都落在35萬以上 那如果高樓層 或者是有配平面車位 甚至有帶裝潢的 那成交價都會落在40多萬以上 大原百緊鄰高雄雅灣區 近年來雅灣各項大建設陸續完工 也吸引許多知名的店家和廠商投資進駐 加上高雄的百貨也越開越多 有許多民眾就認為 如果第二期真的有建設 效益可能不大 另外該案的建造在2024年7月到期 若在期限內沒有開工也沒有展延 建案的證照是同作廢 也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經查大原百大樓開發案 領有81年所合發建造執照在案 那申請人也在建造執照有效期限內 提出施工期限的展延 那目前該建造將於117年7月29日到期 按建築法第53條規定 承造人因故未能於建築期限內完工的時候呢 其建造執照自規定得展期的 期限屆滿知識期施期效力 根據高雄市公告的土地限值 大原百是九連霸的帝王 每坪土地限值為190.1萬元 比起2020年再賬1.7萬元 該建案申請展延 第二期是否還有後續 也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記者張世民 陳映君 高雄報導